南韓的总统尹席月夫妇11月6号 在青瓦台会晤了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来进行 而这个双方茶室的照片曝光之后 却大家开始在讨论的第一时间 居然是讲第一夫人是穿着拖鞋还翘脚 不过执政党的同志立刻在第二天公布了更多的照片 还原当时情况 执政党的议员表示茶室的地点是在青瓦台的长春斋 这个地方是必须要拖鞋进入的 就连总统尹席月以及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都是穿着拖鞋 而南韓总统府更解释翘脚也不是不尊重 包含了拜登还有呢 相关的人士其实都曾经翘脚过 英国哈利王子还有妻子梅根的Netflix纪录片 目前已经播出了三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呢 除了这辛辣揭露了两个人和王室的纠葛之外 其中梅根夸张的重现跟女王第一次见面前 还有哈利讨论着《王室屈膝》里的片段 都成了网友讨论的话题 幸好见到你 女皇太太 那你还好吗 有些人在批评她的女皇家 我个人认为她的女皇家 针对梅根模仿了屈膝里的桥段 有网友不满地表示 梅根该为自己失礼的行为感到羞愧 这英媒也公布了纪录片上映之后的第一场民调 将近半数的民众希望着梅根跟哈利两个人可以被摘除头衔 以及哈利要被剔除掉王位继承人的圣位 而根据民调结果来看 哈利王子跟梅根这样的一个纪录片 为夫妻两个人平反的效果不但很有限 恐怕还因此被招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